看一下上一堂课跟同学讲到我们的行为的这边 老习惯很快的复习下第一堂课所上的东西 我们在第一堂课时 如果你回家没有看书 你趁这个时候把笔记拿来再复习一下 我们在第一堂课介绍了民法的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法效行为 介绍了权利跟义务 还有责任 其中权利是考试的核心 各种权利的分类 从内容来分可以分哪几种权利 从作用来分可以分哪几种权利 我到这为止你如果很陌生 除非是第一次上课 否则的话请你一定要复习 否则不用到第一堂课 你可能就不会再来上课了 你会放弃了 你会提目下去了 知道吗 因为民法是环环相扣的 前面只要没有跟上 后面就很容易自我了断掉 再来义务部分比较单纯 那主要特点要注意 什么是主义务 什么是从义务 要注意的地方 第三责任重要 关于责任是指什么 当有义务不履行时或权利亲爱时都会产生责任 俄国民法上对于责任 欧国民法上对于责任原则上采过失责任制 依据责任的轻重或说发生机率的低到高 依序分成好几种责任 五种责任类型 哪五种责任类型 你旁边那位怎么没来了 在这里有 很乖 来你讲 最重的 好 再来 抽象 抽象化 讲完整 我上课讲关键 你回答讲完整的 因为记住 生论题的写法跟你讲话习惯有关系 知道吗 你平常讲习惯简要几个字 你生论题就很难完全写出来 那分数非常低了 所以我才说 生论题的练习从嘴巴开始的 来抽象什么东西 抽象 对 再来 很好 再来 故意过失 故意过失这句话我就不会跟你分数了 既是故意怎么又是过失呢 不是我刚才叮你了 既是故意怎么又会过失呢 知道吗 故意责任 不是过失责任 知道吗 不可以写故意过失 不是只有他 其实很多人都会想故意过失 故意过失 你这边就没有分数了 知道吗 故意就是故意 过失又过失 两次不一样的 你不能混在一起 这样会的 五种责任制 好 再接下来 请问你 来 今天问的比较简单 下两个就问你 抽象轻过失 代表规定 有哪几个规定 讲两个给我听 我就问这个问题了 知道吗 我上一排有讲 对不对 我今天先不问那么深 免得你就不再来上课了 先慢慢来 好 那讲到权力跟义务 我们讲什么 讲法效行为 法效行为当中 你要注意 依照这个行为 对外有没有表示的太样 可以分成表示行为跟事实行为 又叫非表示行为 请问你 侵权行为 他是表示行为 还是非表示行为 来 后面那位男同学 在翻书那一位 哈喽 不理我 你上次有来吗 有 好 请你回答我 侵权行为 他是事实行为 还是表示行为 忘了 欢迎 事实行为 虽然明显我讲过 侵权行为是否发生 是否存在 就看行为人 有没有欠他权力就可以了 知道吗 至于他几岁 精神状况如何 在所不问 因为他是非表示行为 好 那至于表示行为 又分两种 依照这个行为的效果 是当事人自己决定的 我们叫做法律行为 如果这个效果 是由法律强制规定的 我们称之为 准法律行为 请问同学 来中间这位妹妹 你讲 准法律行为有三个 就你啊 只要比我小就叫妹妹 来 你讲 哪三种 对 意思表示吗 情感表示 好 我问你 请问你哦 你家使用的电费 对不对 这个月接到电费单 你会发现变贵了 这个月你家掉用电费 六万多块 靠 吓死人 请问你 这个缴费通知 它是法律行为 还是准法律行为 这位先生 对很好 准法律行为哦 住法律行为有三种 哪一种准法律行为 意思通知 又叫什么 事实通知嘛 对不对 好 再来 你跟我租房子 房子看说 先生 你欠我租金还没缴哦 赶快给我租金 这个表示 它是属于哪一种准法律行为 吹讨诸金的表示 对 这样会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 法律行为了 法律行为是整个民法的核心 法律行为是指 当身上以意思表示为基础 向外发生法律效果的事法行为 这个就叫法律行为 我这样念的意思是告诉你 法律行为的定义 要把它记起来 因为生论题常常拿来写 知道吗 题目不会马上问 可是当破底还写它 好 那现在来咯 法律行为 依照不同分类 有不同的类型 请问你 依照这个效力 是拘束当事人 或可以拘束任何人 我们可以分成 债权行为跟什么 负担行为 债权行为跟什么 物权行为嘛 物权行为叫处分行为 对不对 来回答我 什么叫做债权行为 摸鼻子让你同学 有没有印象 好 发生债之关系 目的行为 叫债权行为 又叫什么 负担行为 特色 债权行为 又叫负担行为 是否成立 与当事人 有没有处分权 没有关联 还记得吗 负担行为 不由处分权 这就要记起来 好 另外叫物权行为 是指会让物权发生 得上变更的行为 就叫物权行为 接着法律行为当中 法律行为当中 又可以分 要事行为跟不要事行为 就看这个法律行为 成立 要不要遵循一定的方式为之 要就叫要事 反之就叫不要事行为 请问你 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 它是要事行为 还是不要事行为 最后面男女同学 白衣服男女同学 你上次有来吗 有 请问你 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 它是个 要事行为 还是不要事行为 还记得吗 好 前面男同学你讲 对 不要事行为 注意哦 我讲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 要怎么办登记才可以 购物登记嘛 对不对 它是个要事行为 它是要事行为 再来 买卖呢 买卖 还有赠予 这种行为是要事还是不要事 对不要事 双方合理就可以了 好 另外一种分类 当我们意思表示一致时 要不要同时间把标的物交付给对方 如果意思表示一致 同时必须把标的物交给对方 这个法律行为才会成立的 我们就叫做要物行为 如果说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 而标的物不必立刻移转给对方的 我们叫不要物行为 对不对 请问你 要物行为 举一个例子给我 你可以看书 我都没意见 找到就可以了 什么是要物行为 来 这位同学 对 压租金契约非常好 它是要物 所以房东说压租金两个月 你说好 这有契约还没成立 要怎么样 房客把压租金交给房东那一刻 压租金契约才会成立 因为它是要物契约 要物行为 可以 再一个 压物行为例子 消费借贷 还有什么 使用借贷 讲坏了 这就是要物行为 那请问你 雇佣 雇佣契约 上班嘛 雇佣契约 它是要物还是不要物行为 不要物 你只要合一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承软 买卖 正义都是不要物行为 这样会了 好 那以上是我们关于 法律型的各种的分类 所做的很快的 快速的重点复习 最后我们看 法律型的要件 法律型要件可以分成立要件 跟生效要件 成立要件包含 主体 课题 意思表示 但是注意 只有成立 还不会产生权利义务 必须进一步的具备 生效要件后 权利义务才会发生 而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有三个 一般生效要件包含主体还有行为能力 课题要合法 可能 确定 妥当 意思表示怎样 健全 这是一般的法律行为的生效三要件 此外 有些少数的法律行为 另外附上条件 期限 别忘了 条件是指 未来不确定会发生的事实 叫条件 例如是否考上公务员 是否考上国家考试 叫条件 条件可以分解除条件跟停止条件 期限又分始期跟中期 这叫做付付款的法律行为 他是属于法律学特别生效要件 那这三个所讲的东西 三个呢 讲到了法律学这边的话 我们讲行为能力 每一个人都有的叫做权利能力 那么至于这个人在法律上 是否可以单独的为有效的法律行为 就要看他有没有具备行为能力 行为能力由我国民法 是以年龄为原则划分 另外才个案的看精神状况 就年龄而言 我们把七到二岁分成三种行为能力 无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跟什么 完全行为能力人 接着就精神状况而言呢 则分两种类型 一个叫做监护宣告 一个叫做辅助宣告 注意了受监护宣告的人 考点 第一个 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监护宣告 答案在十四条第一项 第二个 谁可以申请监护宣告 谁可以申请监护宣告 选择题考过两次 在十四条第一项的地方 我上次有叫你写一二三十五了 写上去了 对不对 我找到 我先不问 因为我猜应该很多人还没背 要不要失败不必 念熟就可以了 因为是考选择 他不会考生论这个地方 再来 受监护宣告后 效力为何 在十五条会变无行为能力人 我短掉 好 除此之外 别忘了 监护宣告的要件 除了在十四条第一项以外 还有地方也会出现监护宣告 什么情形 原本受辅助宣告后 变更为什么 监护宣告 在十五条之一 别忘记了 所以考试时 监护宣告的要件有两个条文 十四条跟十五条之一 别忘了 去复习三堂所讲的 再来叫辅助宣告 辅助宣告要件 我们今天会跟同学讲到 我这边就先不讲 那么我们三个堂课 在讲 行为能力时 我们介绍了 完全行为能力人 跟无行为能力人 今天我们来看重要的人 叫做限制行为能力人 首先要件为何 请看十三条第二项规定 目前还是以七到二十岁为划分标准 明年就是七到十八岁了 目前是二十岁 所以满七岁未满二十岁 而且没有结婚的 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没问题吧 所以很明显这件事情 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划分标准 是用精神划分还是年龄划分 年龄 对 他的划分标准只有年龄 跟精神没有关系 那我请问你 无行为能力人呢 他的划分标准呢 无行为能力划分标准呢 年龄还是精神 还两个都有 对 两个都有 未满七岁 或什么 受监护宣告 这样知道吗 这选拟考的很细 注意这地方 每一个行为能力的划分不一样 再来 一旦你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后呢 你所做的法律行为 效力为何 同学 请看77条本文规定 请看77条规定 念出来 来 请这位同学念77条 听 限制行为能力人 怎么样 为意思表示 以及什么 受意思表示 这就叫什么意思呢 为意思表示 跟受意思表示 画起来就叫 为什么 法律行为时 因为 法律行为 是以意思表示为基础 所以 当他在为 意思表示 或在接受 意思表示时 都代表他进入什么 法律行为的意思 知道吗 所以 77条本文 可以变什么意思 变成这样子 限制行为能力人 在从事 法律行为时 应得 法定代理人 是什么 允许 对不对 来 什么叫做允许呢 旁边注明上去 允许是指 事前得到同意 叫做允许 事前得到同意 就叫做允许 所以 限制行为能力人 在做法律行为前 要事前 要事前得到法定代理人 允许才会有效 知道吗 好 这原则 那 有原则 就会有例外 考试时注意 碰到题目 到限制行为能力人 先看 有没有这 12345 五种例外 如果有 就不用管 七七条了 知道吗 例外优先 有没有看 什么情况下 你不必得到 法定代理人的允许 直接有效呢 第一种情形 请看 77条 但书的规定 来 换 这位女同学念 77条 但书 但 停 画下来写个 1 存获 法律上 之利益 法律上 之利益 画下来 写个1 例如什么 接受赠语 接受赠语 就是了 继续 或依其年龄及身份 日常生活所必须者 你把日常生活必须 画下来写个2 依他当时的年龄身份而言 这是他日常生活必须的行为 不在此限 代表不必事前得到允许 直接有效 这样知道吗 所以 77条但书 有两种情形 1跟2 存获法律上利益行为 或日常生活必须的行为 这种行为 不用得到法定代的允许 直接有效 直接有效 请问你 你 你今天几岁 25 你之前念书 在哪里念书 有没有离开过台北 台湾那么小 你还堵在台北 走出去看看 你以前念书 哪里念书 淡江 有没有离开过台北 在哪个县市 新竹 念书还是工作 念书 好 你在新竹念书时 请问你几岁 18 高中 你在新竹念高中 这也是新竹人 新竹中学的吗 竹中的 不错 竹中的没有扛金钱打死 竹中的没有扛双板该打 来 请问你 你在念高中的时候 你买内衣裤 要不要父母亲允许 还是你不穿 有穿吧 可不可以自己买 可以对不对 有没有效 有效哦 那如果他买了一件内衣裤 一套内衣裤 男生的 市值六万呢 有没有效 内衣裤市值六万 认为有效举手 没有真的六万 真的六万 那种内衣裤跟他不一样 永远不用洗的 认为有效举手 认为无效举手 开始有人举了 认为效力未定的举手 对 因为要看法代人是否允许吗 这样知道吗 那你说老师 内衣裤不是这样送必须吗 错了 因为六万超出一般的生活必须范围的 讲会了 好 接下来第二个情形 使用诈述的行为 请看83条规定 来 贵姓 黄同学 请念83条 注意哦 使用诈述 注意必须积极的使 相对能陷于错误 才叫使用诈述 今天 有没有高中生女生 台北有没有高中女生会化妆的 有没有高中女生看起来很成熟的 有吧 她如果化妆 化得很成熟 去买摩托车 店家说 妹妹你二十岁了吗 妹妹讲一句话 你认为呢 店家认为 那么化妆化这么成熟 应该是二十岁 就把车卖给她了 结果后来才发现 她才十八岁 请问你 考古提 这个摩托车的买卖行为效力为何 对 有效 无效 我们上班讲过嘛 对不对 有效 无效 效率 得撤销啊 是不是上台课介绍过的 来回答我 刚才这提醒呢 女生说 你认为呢 店家认为 她应该二十岁了 就把摩托车卖给她 后来才发现 她只有十八岁 请问你 她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契约 效力为何 有效 为什么有效 好 答案在这个地方 请问你 认为 女同学 对不起 认为这个女生 有使用诈数的举手 你看 只有两三个举手 认为她并没有使用诈数的举手 很好 注意 她只说一句话 你认为呢 有没有积极使用诈数 没有啊 所以是店家自己误判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行为有效的 因为她并没有使用诈数 知道吗 所以怎样 效力未定 效力未定 知道吧 这马上就效力未定了 好 那如果今天来的 她说 妹妹 你有二十岁吗 她从口袋拿出一张 爸妈签名的同意书 我爸妈同意买卖车的 拿去 请问你 这个时候 她的摩托车 买卖需要力为何 有效无效 有效了 因为她使用诈数了 知道吗 这才叫积极使用诈数 所以记住 单纯的沉默 不是诈数 这样会了吧 单纯并不是诈数 这样考过 所以必须积极使用诈数行为 而且要使相对人限于初 这样才是强制有效的行为 所以请问你 七岁的小妹妹幼稚园 在学校跳舞 跳舞图峰 化妆化完农 化完妆 她说我看她像大人了 我就跑去买iPhone手机 店家一看 你化妆好成熟 来 就把车都卖给她了 而且说你妹妹 你爸妈同意吗 你二十岁了吗 妹妹说我二十岁了 店家笑一笑 就把iPhone卖给她了 时候主张使用诈数 成不成立 她会主张被使用诈数吗 绝对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虽然女生说谎 可是有没有达到 男人限于错的程度 没有嘛 因为任何人制造 重情根本不可能被骗 知道吧 所以这时候 就不算使用诈数行为了 这时候注意 所以使用诈数两个情形 第一个 积极的使用诈数行为 第二个 要让相对的限于错误才可以 两个要件 第三个情形 请问你 你很年轻 你的红包在哪里 谁的户头 你的户头 算你厉害 请问你 有结婚吗 有孩子吗 今年几岁 你还怎么老了 你是十岁就登妈妈吗 你看起来才三十多岁 吓我一跳 好来 你应该没结婚吧 你几岁 你小时候 红包钱在哪里 谁收走 国小 红包你收走 对不对 妈妈没有给你利用钱 念试的时候 妈妈没有给你利用钱 给你利用钱目的是干嘛 给你花对不对 好答案出来了 他拿着 他念大学 拿着妈妈给的利用钱 跑去买摩托车 回答我 有没有笑 妈妈就给他 每个月给他五千块 那就说 你想吃什么 喝什么 就去拿去用 对不对 那他每个月 存存存存一千块 存了两三年 买摩托车 这个摩托车买卖契约 认为有效的举手 爸妈不知道 爸妈不知道 认为有效的举手 认为无效的举手 为什么不举 父母亲不知道 题目就说 父母亲不知道 请问你 男同学的摩托车买卖契约 效率为何 A B C D 有效 无效 效率 得撤销 我现在都是不是跟你聊天 我已经丢人都考五题给你了 这样吗 我让你上个就喜欢思考它 而不是回去看题目 认为有效的举手 认为无效的举手 大学 18岁 认为无效的举手 认为效率为举手 很多 注意 父母亲提问关键 一个关键字 你看到很多人都答错 就代表这里 为什么参考两次 父母亲给他零用钱 注明要什么拿去用 有没有指定用途 没有 所以零用钱代表 事前允许你处分了 对不对 请看84条 来 小帅哥 念84条 小帅哥就你 有处分成能力 是不是允许了 所以怎么样 有效 知道吗 有效 这样会了 那下来了 你想问问题是不是 想问你儿子的问题是不是 好 听我再讲一个问题 如果他爸妈 你贵姓 张同学 来 你爸妈 你念大一的时候 爸妈每个月给你5000块 太少 很多了吧 你就住台北 你要多少钱 5000块 那讲一句话呢 这5000块钱 你三餐拿去用 吃的不要省 你有听过这句话 对不对 吃不要省 结果 他就把这5000块 扣下4000块 去存起来 买一个钻石想念 送给谁 大学生 最后送给谁 女朋友 对不对 你注意观察 通常大学女生 在大二的时候 就开始不一样了 而且通常生到外 多个项链拿做什么的 十之八九 就是男朋友送的 知道吗 那我学校看到我就问他 你拿这个项链有效吗 有啊 他送我的啊 为什么有效 他说 因或是存货 但你别忘了 你男朋友是谁 同学啊 同学送这个什么效 效力未定 那回来 欢迎你这边来 你拿妈妈给的 吃饭的三餐钱 拿去买项链 回答我 项链买卖 效力为何 有效 无效 效率 得色 又来了 你会看到这种题目 可以变好几种的 来 认为有效举手 妈妈给他五千块 吃饭用 认为有效举手 第二个认为 无效的举手 无效 认为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